在辛丑金牛年呢 有四个生肖是犯太岁的 比方呢 说属牛的朋友呢 刚好遇到牛年 所以是犯太岁 属羊的呢 因为是正葱 所以呢 是葱太岁 还有另外两位呢 属龙的 还有属狗的呢 是所谓的天葱 但是呢 这四个生肖 刚好也是我们命理学理 面的四库土 也就是四个财库的意思 所以这个财库土的生肖 遇到太岁年的时候呢 通常是大冲大发 小冲小发 看你的智慧 还有你的计划 是不是够周详 所以呢 也不用太过担心 不过以下 我还是对于犯太岁 这件事情来做一些提醒 一般来说 犯太岁可以说是比水逆 还更加绷紧神经 尤其这金牛年的四个 这个犯太岁的生肖呢 各要注意哪方面的呢 犯太岁的牛呢 是运势有动荡的 不安的一个状况 前行艰难 所以你要走康庄大道的话 一定要有过人的勇气 跟过人的智慧 那么正冲太岁的羊呢 是让你的感情很伤神 不管是友情 亲情 各方面的感情呢 人际关系呢 让你非常的伤神 而且是非残生 那偏充太岁的龙呢 很容易投资失利 还有要注意你的健康问题 那属狗的朋友是流言蜚语 甚至有官妃之灾 这四个生肖的流年运势 很容易动荡脱折 当然就是一定要安太岁来化解 此外呢 也可以运用这个捐血 布施 焉供 参加法会 供养三宝 来行善积德 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因为犯太岁的人 一般来讲就是 情绪比较不稳定 心情不佳 人事不合 也容易感觉到一种孤独 还有工作的压力很大 那么受外在的条件的限制之下呢 你有很大的压迫感 那因此呢 犯太岁的人 最需要的是另一半 还有家人的关心 凡事呢 多多的商量 保持平心静气 自然可以持颖保态 那么犯太岁之年呢 很容易有一种变化 就是无常 比方说换工作啦 迁移啦 犯小人啦 甚至有结婚啦 生子等等的事情 当然是有好事有坏事 也就是看你的心态怎么想 你觉得它是一件好事 那么它就是一件好事 比方说有人被派出国 有些人不开心 有些人觉得 哇 我升迁的机会来了 所以你的心态很重要 此外呢 也愿自己的犯太岁的生肖 可以多多的学习佛法 因为呢 有佛法就有活法 可以提升你的生活 还有处世的智慧 此外也可以保持我们快乐 知足的心 并且呢 也可以借此机会 多多参加公益活动 累积福报 祝大家团圆美满 那这四个生肖呢 一般来讲流年运程 会有比较多的拨折 尤其以正冲太岁的羊 最为显著 所以如果家里有属羊的朋友呢 多多的安慰他 多多的肯定他 给他支持的力量 他会很感谢你 那另外呢 也可以多参加法会 心存善念 常常点光明灯 犯太岁的情况 可以大大的改善 尤其呢 一定要安太岁 还有攜带太岁的福袋 那么如何安太岁呢 在我2021年的新书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买一本 2021年的生肖大预言呢 当成随身的宝剑 随时呢 都可以给我们提点 帮助我们平安顺遂 度过金牛年 还有一番 少许的